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18号星期日 NASA携手SpaceX要重返月球 NASA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SpaceX就是Elon Musk 他们登月的还要搞星链 不都是SpaceX 他们要再将一位宇航员送上月球 当然不是一个 据说现在还没定好 说有可能是两个或者几个的 说是自1972年以来的第一次 上一次还是1972年了 到现在就是事隔了差不多49年了 说NASA要拿了29亿美元 然后由Elon Musk 他们的SpaceX来承接任务 来承建 Elon Musk在推特上写到 说Everything to the moon 一切都为了月球 为了到达月球 美国宇航局 美国宇航局现在希望什么呢 就是说通过重返月球的计划 要在月球的轨道建立一个空间站 作为一个持久的立足点 以测试一些新的技术 最终的目的是为载人 飞往火星来铺路 来做准备 火星比月球更远一些 那么计划是最快 在2024年就再次重返月球 从现在今年是2021年 是吧 到2023年 三年之内冲返月球 而且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 首次要有女性登月 这一次 甭管是几个人 一定里面会有一个女的 因为政治正确 因为上次都是俩哥们都是男的 这次不行 这次怎么一定能弄个女的上去 而且我估计这次 讲点女士 先登录 先上去 政治正确 我觉得可能最好还是你知道吧 我觉得最好还是 对 我老婆说 大家听不见我老婆说什么 我老婆说 有没有肤色的要求 是只是女的就行 还是 我觉得应该可能 就是说 因为民主党 他们是非常的种族歧视的 民主党是专门种族歧视的 他们对于肤色 是有强烈的要求的 知道吧 就你连考大学 民主党都你考大学 知道吧 你的成绩好不好 怎么样 都是跟肤色挂钩的 知道吧 你的肤色正确 你的成绩低一点也能进 你的肤色不正确 那你好 你努力吧 孙贼 你生你的事没生好 你知道吗 生了你被民主党歧视的一个肤色 你知道吗 你就得好好读书 你知道吗 谁让你是这肤色的 民主党才歧视你 知道吧 毕竟美国是一个 在民主党的治理之下 是一个非常强调种族 强调肤色 一个绝对的种族歧视的国家 在这个地方 讲的不是说我努力 我成绩好 我就能上好大学的 不是的 你努力 你成绩好 你肤色还得对 要不然的话 你就上不了好大学 没办法 知道吧 谁让你们不选川普 如果川普的话 川普不看 川普不看肤色 川普一志同仁 谁成绩好 实际上好大学 民主党不行 民主党要看肤色的 你肤色不对 你好好读 孙贼 别跑条 接着说 NASA和斯特艾伦 冲上月球 我跟你说这事 这事我要向习近平同志喊话 习近平同志 看着我的眼睛 听我说 千万不要上当 千万不要上当 上一次 美国人搞登月 就是搞什么 这种太空竞赛 拖垮了前苏联 你相信我 不要以为 你改革开放几十年 手里有俩钱 可以跟他们玩 千万千万不要上汤 我现在非常担心 上一次 傻逼乎乎的跟着美国一块搞太空竞赛的前苏联 你看最后给折腾成什么样 我就担心这次习近平同志 傻逼乎乎的要跟美国一起来 你他妈要充满月球 我要登月 对不对 我要跟你玩 对不对 咱看 你不要2024年登月吗 我他妈2023年 我要比你早一年 好 跟美国搞太空竞赛 我告诉你 这个搞太空竞赛这种东西 不光是钱的问题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人才 你没有这种人才 你相信我 你没有伊龙马斯克这种人才 你没有 你相信我 中国如果有这种人 能够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思维方式 能够有这种疯狂的想法 有这种点子 敢把自己想的说出来 敢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这个东西的人 这个无拘无束的灵魂 知道吗 他是不可能在中国生存下去的 你那个土壤养不出这种人来 如果有的话 这哥们他妈早一年了 要不然就被你逼疯了 要不然就被你弄死了 所以你相信我 你那土壤绝对没有这种人 没有这种人的话 花多少钱都没有用 你相信我 干事情不是靠钱 以前美国 那个谁 那个叫什么 福特 福特的创始人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的工厂 比如说三千工人 你只要把那三千工人留给我 你一把花把工厂烧了 半年之后 我重新开疆 接着干 不比原先差 你把这三千工人 给我没收了 给我宰了 你把工厂原料都留给我 我再过二十年了 二十年之后我还能再开疆 你懂吗 所以对于工厂 你看福特就非常明白 工人才是最重要的 工厂厂房原材料都不重要 你一把火烧了 我过半年我接着开 知道吗 中国一定要明白 跟美国搞太空静态 不是说我有钱 我有原材料 我有火箭 没有用 要的是人 是人 是人 创造一切的是人 你没有人才 不要跟他搞 你懂吗 他有这个人才 他二十九亿 他就可以登月 你没有这个人才 你两百九十亿 你都上不了月球 你明白吗 你是他十倍的成本 你都做不到 而且你会浪费大量大量的钱 烧得明指明高 而且最后没有用 知道吗 人家重返月球之后 人家在技术上会有突破的 而且一个马斯克 能把这钱挣回来 你懂我意思吗 他后面可以承办各种东西 帮别人上弄卫星 他后来搞星链计划 他能够把钱挣回来 你这钱白扔就去挣不回来 你懂吗 你没有那个人才 你相信我 稍微机灵一点的 找他们移民走了 不会在你那待着的 你把心放肚子里 知道吗 所以千万别搞 你搞了之后 不但你倒霉 消耗明指明高 对于老百姓也是巨大的伤害 一点好处都没有 还把中国经济拖垮了 千万别给我搞成钱苏联那样 钱苏联到后来 垮掉了之后 多惨 当时钱苏联没垮之前 卢布跟美元差不多就一比一 垮了之后 那卢布垮直接跌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后在黑市场卖兜场 一比几百个 一美元对几百个卢布 知道吗 所以习军同志 机灵点 好不好 虽然我知道 你要是我话说的不好听 但是说实话 你要机灵 你也早移民走了 对不对 你也不会在那跟他们混乱东西了 对不对 我说实在前两天看见胡海峰 胡问涛的儿子 在那说什么 习近平主席的什么 什么 我说实在的 真的 胡海峰 你看看人家谁 江南民的儿子 你看看谁 曾庆红的儿子们 对不对 早都撤了 早都到海外去了 到海外 在中国捞一笔钱 到海外买个大房子 住那哈 想那么说什么 想你看胡海峰 习近平什么伟大的思想 背着一套一套的 傻缺不傻缺 我说实在的 就算是对吧 胡海峰 就算最后你混个什么 我不知道 胡海峰混个什么 混个什么国家副主席 或者国务院副总理 我说实在的 我真的我觉得 还不如江南民的儿子 在海外过得开心愉快 对不对 你挠我这么多年 干什么呢 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那机灵的早都撤了 最起码混个开心 混个台海 你在那儿 现在是什么 是什么 丽江 丽水 丽水 丽水的市委书记 丽水 丽水 丽水的市委书记 其实我个人觉得挺没意思的 真的挺没意思的 不当然了 也别这么说 人说习近平大智若愚 好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给习近平同志 现言现策 千万不要承担 一定不要跟美国又陷入到了这一次太空竞赛 跟全苏联的重蹈覆辙 千万不要在同一块石头上摔 不是摔 摔第一次跤 因为人家已经摔过了 对不对 叫什么 他山之石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再想一想 好不好 反正我近年也近到了 对不对 不光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老百姓 因为你这些钱花了之后 对老百姓的伤害 比对你的更大 好不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